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尤教授 我想我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程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 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 可以提出你们的看法 或者提出一些问题 所以我要求就是说 一年人 他原来的20分钟缩短为15分钟 那两位羽谈人本来是12分钟 我就缩短为10分钟 非常抱歉给他们压缩的时间 但这样的话大概各位 大概有10个人可以提问 那每个人就是2分钟提问的时间 那最后我会留大概 每羽谈人 还有饮言人 各5分钟来回应 各位的问题的时间 所以整个程序大概就是 那接下来请两位羽谈人 各10分钟 然后有10位在座的朋友 可以提出问题 每个人2分钟 然后接下来由在座的 这3位先进来回应你们 但是每个人大约只有5分钟 我想今天的程序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廖福特廖教授来做宇谈 来做宇谈 谢谢主席 邱河前副院长 以及尤教授 吴教授以及在座各位的心境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与羽谈 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概民进党在2000年 第一次政党轮替 通过的执政 到2008年的17率政权 一直到现在 那我想今天的研导会 应该最主要核心的目标是说 要去反 回头去看 民进党8年执政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这场民主宪政的部分 他到底所追求的价值 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接受 或者是说对不对 那同时他也会引申到 未来假设民进党可以在2016或者是之后 取得执政权的话 那应不应该再继续坚持这些价值 然后未来应该要如何做 如何做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我个人的思考 应该是说今天重点是在这边 那所以说我们去看 大概游教授已经呈现出 过去8年来民进党在民主宪政方面的一个成就 如果各位去看到 第一个是有关于深化民主跟推动公民投票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总的评价来看 民进党所追寻在民主宪政的价值 应该是对的方向 只是说可能有某一部分是没办法掌控 或是稍微走进去 那我觉得我大概就顺着这个 我的整个总的评价去看每一个子的细题 第一个比如说深化民主推动公民投票的一个情况 也说我们大概碰到过去8年 那个在当时2000年到2008年8年的情况 所说的公民投票的一个情况 理论上我想它是一个追求一个 直接民权的价值 让很多的宪法的这个直接民权的价值 真正去做落实的一个情况 这个目标我相信 大家认为是对的 那可是这个公民投票以后 都留下一个问题点 就是那个公民投票的门槛的问题 那在这边也提到就是说 去申请负义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可能国民党 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行政权的价值 跟到国会或其他政党的价值 会有某些不一样的时候 它可能面临到最大的问题是 做某一部分的价值的妥协 或是价值的没办法突破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造成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可能得到了公民投票的某一部分实质 却也陷入了某一部分的泥脑 现在不管要合适公投或其他的公投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门槛的限制 反而变成了所谓很多的公民投票 是没有办法 或是没有办法去更加的落实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各位看到第二个一个核心的议题 推动宪政改革 那宪政改革的话 我相信这个我也认为它是一个的路途 那也得到了某一些成果 刚才邮教授也提到了 那问题它也留下来一个伏笔 就是有关于未来修宪的门槛 那个超级高门槛 也就变成是你修宪了以后 便能造成未来没办法修宪的情况 也就是你得到某些东西 却也失去了未来可能 未来得到更多的障碍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三个追求转型正义 我也认为这个价值目标是对的 特别是在过去长期的戒严的情况 可是问题是说 它也同样的可能面临到大家所问的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在许多的成就之后 还面临一个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问到 什么叫真正的嫁害人 这个部分那个价值的呈现 也是延续了某一些比较是柔性的 柔性的做给予赔偿等等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四个是有关于那个 落实人权保障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有某一部分的参与 然后刚好李前副总统也来了 我刚好这八年大概也是 跟他在重置这个方面 那个落实人权保障的情况 那我个人认为 恐怕民进党在这八年民主限制的部分 这个部分应该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或许可以跟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民进党其实最相当重要的人权的政策呈现 这在当时提出人权政策白皮书 那整个架构 由这个架构大概是整个台湾历史以来 第一份真的去架构一个国家的人权的思考的文件 我相信当十八年所架构的人权的思考 其实一直延续到台湾现在非常重要 如果马政府他有任何的人权的概念的话 其实我认为都没有脱离 都没有脱离这个整个当时民党政府 所得到那个执政所建构的 那个人权的架构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现在我们朗朗上口 那个人权立国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在当时去建构起来的 那各位也先不要忘记了 其实当时曾经总统跟李副总统 都曾经得过人权奖 这个部分我讲实话 一般的团体人权团体 基本上是不会颁奖给政治人物的 那你两个总统跟副总统 都得到人权奖 其实是在国际上极少 极少极少会有这种现象的 那你就他得到了这个东西 那可是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 当时比如说在我们现在所推动 那个所谓批准两公约的情况 其实在2003年 当时立法院已经通过了 可是有提出一些保留 跟最重要的一个人民自决权的声明 那当时就变成很大的真实 就是你要在这个执政的时段 得到这个成果 还是要坚持它的价值的呈现 那后来我们其实是决定了 做价值的坚持 价值的坚持 所以说才会后来延续到 马政府在2009年的时候 来通过两个人权公约 其实在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2003年 它就已经可能会通过了 可是因为你价值的坚持 它变成延续了 延续歌 然后现在得到一个 那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这个第五个 是追讨那个 共产不动产的一个 我认为这个也是应该要做的 一个转型的正义 第六个 推动证明 彰显台湾的主体性 那也就是 如果我们整个来看的话 我认为 我认为 如果我们要说2008年 民进党失去政权 是因为你的政策问题的话 我认为这是不正确 也是不理性的评价 其实八年来 它其实在民主宪政里面 有相当的成就 虽然有某些的瑕疵 是我刚才所说的 可是总体来说的话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其实也做到了某些成果 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 如果民进党未来有任何个人 在觉得行政权 执政权的情况的时候 他应该要继续坚持 这些民主宪政的理想 市政的理想 然后更进一步的去做 更进一步的去做 好 最后提到 那更进一步去做 就价值的坚持 我认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的坚持的话 那我觉得人民讲实话 不需要这个政党 要告诉我你的价值是什么 而不能够因为 为了要取得政权 或者是因为执政之后 而做了某些更多的政治的妥协 这个我是认为民进党应该要 扮演这个角色的一个情况 那再后来就是说 如果说未来民进党 可以取得执政权的时候 刚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在民主宪政 你想要追求某些理想的情况之下 他所碰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国会 基本上是少数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 恐怕民党要 要做未来执政 第一个当然你要取得行政权 那可是问题 另外一个核心 很核心的问题 你在国会 有没有可能成为多数 有没有可能成为多数 那柯总召有另外一篇文章 他在讨论几个问题 就是你国会 他可能形成的 第一个是你民主的发展 第二个是那个 憲政制度的问题 第三个是领导人的 气质特质的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讲白话 这些三个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而是民进党必须要追求的是 应该是说 由教授所提到那个 变成某一种全民政府的可能性 我再补充一下我的想法 这种全民政府的可能性 第一个目标 当然民进党可能去追寻 你在立法院可以变成的绝对的多数 至少超过半数 可是如果我不能够得到这个目标的话 我觉得或许应该是平临到临界点 也就是趋近于多数 然后才有可能去达到 由教授所提到的那个全民政府的可能性 也就是照道理 民进党未来应该要思考两个策略 第一个 即使你是所谓的分裂政府的情况之下的话 要不要继续坚持民主宪政的理想 这是我觉得是价值上的坚持的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是 其实我刚才说了 八年的执政的过程里面 民进党我认为民主宪政的部分的坚持是对的 是对的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你稍微做了一些妥协以后 就会产生后续的影响 包括公民投票 包括修宪那个门槛的情况 它会造成更永久的 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 在妥协与不妥协之间 真的必须要做以价值为最核心的思考 也就是如果假设 民进党还是一个分裂政府的状态之下的话 我认为有时候价值的坚持 是应该超过其他在某个时间点的政治妥协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政治妥协 只是在当时没有得到你的价值 可是你做了某一部分的政治妥协 可能反而变成你在追寻价值的绊脚石 这可能会是这个状况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去追寻全民政府的可能性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刚才所提到的 你必须要达到某一种临界点才有可能 如果没有达到任何的临界点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 比较可以准全民政府的这种情况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个人都发表在我的想法到这边 谢谢